各位兄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今天又開始這個《色經》的討論會 我們是講著聖靈充滿,繼續講如何心靈得醫治 那我有一個圖已經傳了出來的,我們已經講了之前幾點了 那現在這次就講到第五點的,之前幾點第一點就是深信神很愛我們,想祝福我們 第二,深信神叫我們變得寶貴,第三,深信神會賜恩給愛祂的人,愛祂的人會蒙福 任何人都不能夠搶走他們的恩典的,所以我們就不需要介意人家的傷害 不需要介意人對我們做不好的事,說不好的事,因為神會給我們的 第四就是回去受傷害的情境,釋放自己 第五就是這次講的,從任何經歷看到神給自己的祝福 就是說有任何的,就是想回任何的經歷,神如何曾經祝福我們 為什麼要有這個部分呢?為什麼要有這個部分呢?就是說呢 他經常數算回神的祝福呢? 那個目的就是讓我們知道,神真的是很多方面去祝福我們幫助我們 神沒有丟下我們,因為很多人受傷害的原因 是因為他覺得,神扔下他,不理他,神不愛他 那就忘記了神做的事情 其實任何教徒都會有,經歷到神的某方面的 譬如他祈禱會經歷到平安喜樂興省啊 這些都是神的祝福來的 但是很多人就不會去數這些恩典的 他們就覺得這些是小事 譬如另一個方面就是這樣的 有很多人呢,他們祈禱會經歷到平安 但是呢,他們就不算數的,為什麼不算數呢? 他說呢,人家經歷這麼強,我只是經歷平安不算數 這些東西不是很重要,但是其實我們經歷平安應該就感恩了 感恩我們就會越感恩就越經歷更多 但是有些人呢,他只是看他沒有的 就是跟人比較,看他沒有的 那麼他就覺得我不吸引,就是神不愛我啦 那麼其實我們是可以數算神給我們的恩典 就是我們有經歷到平安,就是神的祝福 神陪著我的神,祂和我一起 祂是平安的神,所以我會經歷到平安 那麼我們就感謝神啦 哇,神在幫我啊,感謝主 祂有幫我這麼多地方,祂會繼續幫助我的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正面思維的 正面神做過什麼東西,我們都去數算 那麼我又講一講,我們數算什麼呢? 那麼其實一個真教徒一定會有的 就是第一呢,就是聖靈會來到 叫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當我們發覺,我們信主之後 犯了罪呢,會覺得不舒服 心裡面會有指責,會有提醒 總是覺得呢,不去改那樣罪呢 總是覺得不舒服的 那麼這個呢,就是有聖靈內住 這個是恩典來的啊 那麼我們就開始感謝神了,為了這件事 感謝神了 那麼另外呢,就是會有心去信靠耶穌 想耶穌赦免我們,幫助我們 請救我們,那這個又是 那這個又是 在哥林多詞書十二章三節那裏講到呢 就是,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 沒有人能夠稱耶穌為主 就是說我們能夠稱耶穌為主呢 就是我們有聖靈的感動 就是有聖靈的內住 就是神跟我們一起 那麼就會說,聖靈跟我們一起喔 那所以呢,神是在祝福我的 那麼我們有多次的犯罪呢 聖靈呢,不要丟下我們喔 依然感動我們喔 繼續感動我們,幫助我們成長 激勵我們,透過不同的人去鼓勵我們 那麼這個也都是神的工作了 那麼我們應該感謝神喔 神一直在我生命中不停的工作 那麼我們有親近神 那我現在一直在數著 有些什麼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神的恩典 那麼我們又感謝神 當我們親近祂的時候 我們又會經歷到平安喜樂、輕省 那麼我們又感謝神喔 神在做著事了 還有呢,我們經歷到神在一些情況之下 保守我們的平安啊 保護我們 或者是有特別的供應 或者是有其他基督徒幫助我們 我們都應該數算這些恩典了 那麼我們每一個人去數算這些恩典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神有很多很多的恩典 我們就會感恩了 就會有平安、有信心了 但是有很多人呢 他們是沒有去這樣去數算恩典的 他們呢只是呢 就是只是想 哎呀,我為什麼這麼久都未得醫治啊 為什麼我這麼久都還是有問題啊 那麼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必定有一不同的問題的 就是無論在心靈或者身體 總會有一些問題我們需要處理 就是在這個世界上 總是有問題需要處理 有問題需要處理 就是不代表神不愛我們 只是說在人生裡面 總是有痛苦總是有困難 未去到天堂之前 都總是有痛苦有困難的 那麼我們只是做什麼呢 我們就繼續信靠神的恩典 我們就不介意了 神正在幫著我 神正在幫著我 那麼我們就會有對神的正面的想法 那我自己呢 真的 那我都很感恩 我整天都會記實的 神怎麼給我機會去讀書啊 可以學習很多樣東西啊 神呢又給我機會去看到不同的人 神他們怎麼靈命更生啊 經歷聖靈啊 神怎麼多次保護我 差不多會有交通意外的 但是神很神職地保護我 差不多有兩次可以呢 被一些東西撞盲 撞盲我的眼睛 但是呢 神又保護我 有兩次呢 是我跌落地下 是個頭落地先的 是因為那個很特殊的情況 那又是完全沒事的 那這些都是神的禮物 神的恩典 還有神給我 有不同的教導 我又感謝神 神呢 又使用我的教導去祝福人 我又很感謝神 神就開機會給我祝福更多人 我又感謝神 那有很多人就說 我生命不是好像你這樣 那麼多 那麼多事情發生 那麼多好事情發生 那麼 我們有一部分是我們的責任來的 就是我們到底我們信主之後 我們有沒有去回應神呢 當我一信主的時候呢 我只是覺得有個真神 我去研究 去研究 哇真的有個真神啊 真的有天堂有地獄啊 那我就想到有很多人都不得救 我就很想去幫他們 我就甚至在教堂裡面 我都在想 是不是個個都信神是真的呢 就是我知道他們回來教堂 但是是不是真的信神是真的呢 那我就 那時候我正在回團契 我就開始問團契的人 我發覺他們會回答我 我不肯定的 有些人呢 就是我想都沒有想到 原來就是有些人在教堂 不代表他一定是肯定神是真神 或者他肯定跟神的關係的 那我就每次都抽些時間去幫助一些人 在我特地那時候呢 我早點回來跟人聊天 然後呢 完了之後 我又跟那些人聊天 那有時候呢 還陪他走 一直走回家 那然後呢 我自己才回家 那這個就是神給我那個心啊 那我真是去回應 去回應的時候呢 神是真的賜給我平安喜樂啊 我親近神的時候 很明顯是有很明顯的平安喜樂的 那因為呢 我是不是去 只是看著我的問題 又去擔心啊 憂慮啊 我是看到神的恩典 我就將我的生命 給神使用 那並且呢 沒有多久之後 我就去想了 我說世界這麼多人得救 我真的需要去幫更多人信耶穌 我就跟神講了 如果是你的心意 我願意有一天成為牧師 去幫助這些人 那這個在我信主沒多久之後 就是有這個這樣的心意 這個都是神在我心裡做功 那我就 總是在不同的機會呢 向不同的人傳呼音的 就是我看到神是這麼真 我就很真實的回應 那我就很感謝神 神是真是活著的 在我裡面 那所以後來 當我經歷聖靈 而我離開香港的時候 因為呢 我第一個太太 悉勞閨主的太太 她是經歷 她不習慣到香港 於是呢 我就回到外國的時候 就在那裡 發覺不是這麼容易找到 就是我以為回去 現在有四年充滿 那事奉是會很有能力 那我以為會找到地方可以有 事奉的崗位 我發覺不容易 結果後來我自己開新的教會 但是需要經濟的嘛 在這個過程中呢 是有很多困難 但是我自己呢 依然是深信 神以往幫助我 神以後 之後都會幫助我 就是一路以往 一路幫助我 神是會一定繼續幫助我 神一定會祝福 跟從她的人 這個是我經常都會深信的 神一定會開路的 那 這樣的時候呢 我的內心世界就不會受影響 不會說在那些時候呢 受傷害了 因為那時候甚至有人說 如果你不是來回香港 你現在你的教堂 很多人啊 你可以買屋 那有人會跟我這樣說 其實他們的生命真的 真的軟弱得很厲害 就是他們所想的 只是想到萬個 但是呢 我的心就覺得 這個是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介意 那所以我都希望大家自己 首先我們自己去數算神的恩典 第二呢就是 我們幫人的時候 都幫他數算神的恩典 最基本的 有沒有聖靈感動你 會改信主 就是 神是沒有放下你的 神一直幫助你的 還有呢 是 你親近神的時候 有沒有平安喜樂 有沒有繼續信靠耶穌 這都是證明 神在你心裏面做功的 神是真實的 那你能不能夠深信 神是沒有放下你 還是在愛你呢 那 都有頗多人跟我說的時候 他就覺得呢 神是不愛他 因為呢 他說呢 我有個病 為什麼人家得醫治 為什麼我不得醫治 那 他們會說 有些人見證 一下聚會 立刻 一聲好回來 或者他的心靈 立刻好回來 我就跟他說 有時候 這些的見證 就是說 這個聚會 立刻鬆開 立刻興省 立刻喜樂平安 有時候是人沒有說 之後發生的事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很多人呢 他們分享就會這麼說的 在那次聖靈的聚會 他們就很平安喜樂 那麼就立刻 他們以往那些憂鬱症 立刻沒有了 但是他們其實沒有說 跟著之後 其實他們都會有掙扎 都會有不開心 都會有困難 而他們需要處理的 不只是那個經歷 就是有些人就很想 在這個聚會 在這個聚會 就經歷到了 那麼他們就會覺得很開心 神就愛我了 他們就不會說 我自己都需要處理 就是這個刻意的處理 立志跟從神 譬如有個人經歷很強 但是他沒有立志跟從神 他一樣不會得到全面性的祝福 那這個是有很多人的誤解 他就以為呢 我就追求一個 一次過的 在聚會裡面 得到完全的醫治 那就是神愛我了 如果我經常都 他們就說 我經常都求 經常都求 都得不到 就是神沒有愛我了 有很多 其實有很多人 他們仍然在這個困難之中 是因為他們呢 始終是 他說我還沒有得到醫治 為什麼神還不醫治我呢 在這個位置呢 他們卡住 或者他們有困難 或者他們沒有供應 為什麼神還不給我供應 那他們就忽略了 他們那個責任 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還有他們有沒有立志去跟從神 立志去處理生命 如果一個人只是靠別人為祈禱 而得醫治呢 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我再解釋清楚 譬如有些人說 希望去到一個聚會 跟著有人為我祈禱 跟著我的優異症全部都好了 那些什麼罪癮啊 犯罪的癮啊 有什麼不好的東西呢 就會滾一聲走光 那有些見證是這樣說的 他說我滾一聲就沒有了 其實很多人他沒有留意 他之後都要提醒自己去祈禱的 他提醒自己去看聖經 他提醒自己去處理他的罪 處理他的問題 他是沒有說到 就是沒有一個人就說 在一個聚會 他就滾一聲全部都好了 跟著他就什麼都不用做了 他以後就一直得醫治 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就是他一定是他自己 需要繼續跟從神 才會繼續有神的祝福的 所以這些人呢 他們有時候就會埋怨 為什麼我這麼久都沒有得醫治呢 那很多人呢 他們持續有負面的思想 就是他心裡面很負面 想很多不好的東西 埋怨神啊 不開心啊 想了一些困難啊 那他們呢 就在心裡面 存著這種的問題呢 那他就這個 這個負面的思想 是爛了他得福的 那我都很多時候跟人說 我說呢 神是最能夠幫我們那個 如果我們埋怨他呢 即是難阻了 神去幫助我們 難阻了最能夠幫助我們那個位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明白這個真理 就是一方面我們可以經歷神的祝福 另一方面我們必然是我們自己去親近神 遵從神 去刻意處理生命 是刻意的 是選擇 一定是需要選擇 處理生命 選擇親近神 才能夠得到全面性的醫治的 OK 好 那這樣就 有沒有人有問題 詢問關於這方面呢 有的話你可以 可以發問一下 謝謝 葉牧師有個問題 嗯 譬如呢 未信主的人呢 他都會數算那些偶像 對他的恩典的 偶像為他做的 我不用恩典了 那我 如何幫助對方去看到 這些是我們相信的神去幫助的呢 就是在這個位置怎樣去轉化他的想法呢 嗯哼 嗯哼 對於那些人呢 是拜偶像那些呢 跟從假神那些呢 嗯 嗯 第一步我們可能呢 就是 去幫他看到耶穌的真實性 和耶穌的祝福 和幫助 讓他看到這件事先 那他願意有心去信靠耶穌了 我們為他祈禱啊 那我們可以邀請他 我們為你祈禱 經歷聖靈神真的臨在我們身上 那他 就是經歷了聖靈之後 又帶他去信耶穌啦 那他信了耶穌之後 我們就去 解釋給他聽 那些其他的偶像呢 是 不是神來的 那 有時候有些人他不肯信耶穌 他不肯去 我們為他祈禱 我們都可以解釋的 不過為什麼我不是先做這件事呢 因為這件事就好像 好像跟他們對立 那他們會有一個對立的心態 那但是如果他真的不肯的時候 不肯去嘗試祈禱 我們都可以解釋給他聽的 那我覺得這個就需要從根源去解釋了 就是解釋 沒有一個宗教是有清楚的證據 證明他是從神而來 只有聖經 三位一體的真神是有證據 證明是創造天地萬脈的真神而來的 神就是創造天地的真神 而聖經就是從神而來的 那就是我們可以告訴他 聖經的證據 之前我有講過 在網上都可以搜尋證明 然後耶穌斯 那你會找到證明有神的證據 和證明天堂的證據 那以後我們可以跟他解釋了 就是關於那些異教 譬如中國人很多拜佛 那拜佛呢 到底這個是不是神呢 那第一呢 就在佛教的網站 他們都這樣承認的 佛不是神 在佛經裡面都是這樣說的 佛不是神 佛只是 他也不是神派來的 他只是個誤一個道理 就是看破紅塵 放下世上所有的事情 他們就會不受世上的傷害 就是痛苦 就是為了減輕痛苦 那所以其實基本上是一個教導 教導人怎樣不受痛苦 根本是沒有神這回事的 不過在他們的民間信仰呢 他們就加插了很多這些神的故事 其實就算在佛教裡面都是的 他講明佛不是神 那但是輪迴 輪迴又怎樣 怎樣能夠運作呢 因為輪迴的觀念呢 就是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背後的神 他能夠呢 記錄了那些人做的事 然後呢 就會決定他是 頭胎做人 頭胎做猴子 應該說他是去 這個火湖 他們一樣有說到地獄的 是誰去 決定這件事呢 就是他們說這件事 是一早已經存在 是永遠都存在 佛教是說到 這個世界是永遠存在的 那就是已經是 不知道幾多代的 幾多年代 是永遠遠無恥無蹤的 但這件事也違反科學的 不過通常拜佛的人 是不會聽這些的 那我有一個簡單的證據 證明這個世界 不是無恥無蹤 怎樣證明呢 因為 這個 就是我 是一個 詳盡的解釋 所以 會 解釋多方面的 那但是這些知識 我們 記得 都是有幫助的 那我用一個比喻 大家呢 試過 唐三 不過現在很少唐三 已經 越來越少唐三 如果你走過 那個唐三板 有個燙斗在那裡 沒有插到電 但是那個燙斗 仍然是熱的 那你有一個結論 這個燙斗在沒有多久之前 有人用過 因為如果 在一日之前 他用過呢 他拔了插鬚 是一日之後不會再熱的 他仍然熱 就是證明他是 就是他是 用過沒有多久 然後呢 他仍然有熱力 那些熱力一路散發 到某個時候 可能譬如一個小時 或者半個小時 已經那些熱力散發了 那同樣我們的太陽 是不斷散發熱力 如果太陽是永遠存在 它已經 已經是完全冷了 沒有了所有的熱力 就是任何的能量 都一定是散發的 是全世界任何的能量 無論它多大都好 都一定不斷的散發 它不能夠 加強回能量 除非有外來的力量 所以這個世界是一定有個開始 因為如果是無始無終的 是永遠的 這個世界的能量已經消失了 所以佛教這個觀念 沒有開始 根本就是一個違反科學的 違反一個常識的道理 而在佛經裡面 其實說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是沒有發生的 就是佛教的基礎 根本是很有問題的 但是那些人又不會研究 我自己走去 我真的走去佛堂 借他們佛經回來影印 就是哪個部分 我找到是有重要的證據 我借他們回來影印 然後我就 又上網搜尋一些佛經 我發覺他有一些奇怪的說法 他說那些人因為不聽佛的道理 那他就一百年就矮一尺 矮一矮矮到一尺高 那些人變了一尺高 然後他們就後悔了 他們就開始聽佛經的教導 那他就一百年就高一尺 那高到幾高呢? 高到是比我們的最高的大 更高 是比現在這個南瓶 世界上最大的動物 南瓶更加長更加高 那但是南瓶上地面根本不可能存在 但是他就說呢 如果一些人聽話呢 就一邊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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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高到那麽高的時候 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佛經是講一些很奇怪的事 那所以其實佛經 根本就不是建立在真理的 只是一些 就是一些幻想 人的幻想 人的道理出來 但是那些人拜什么呢 其实中国人或者很多人拜 他们拜的并不是佛教的方式来的 佛教的方式就是打坐看破红尘 他们就不是的 他们就制造了很多神明出来 这些神明是什么人 全部都是古人 古代的人 这些人又不是神 不过他们有修炼 或者以前做过好人 所以现在就变成为神仙之类 但是他们又不是神 做好人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是没有证据的 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 的确他有经历一些能力 不过问题就是 我们真的奉耶稣明 从这些人身上可以赶出邪灵 那些人越拜那些 他们越有机会是有邪灵的 越是那些深入拜那种 深入拜那种 多数都是有邪灵的 那就证明他们根本在拜的是魔鬼 魔鬼是可以有一些短暂的能力 这个短暂的能力 是可以短暂的帮到人 某些的问题 但是长期 其实那些人 他们拜那时候 他这个问题没有 又有另一个问题出现的 这个在网上有很多人的见证 就是他们拜那些邪灵 以为这个病好一些 或者好一些 但是他有另一个问题出现 而且一直持续都是有不同的问题的 因为魔鬼是不能够帮到人的 所以我们就会答复他了 邪灵有这个问题 那在台湾的good tv good tv 大家上网youtube可以找到的 有很多的这些的见证 那也都是有中文字幕的 那大家可以去找到 有些人他们就拜这些偶像 他就似乎有些好的地方 怎么知道当他接触的时候 就是他一路继续去拜的时候 那个后果是 那些邪灵跟他说话 甚至有个话 就是你会死得很惨的 他就想解脱他有些问题 他就去拜 怎么知道他出个庙 立刻听到声音 你是会死得很惨的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这些就是其实带来 是很大的恐慌 比如有些人做基童 基童的意思就是 他们在那间庙里面 他们会求那些邪灵上身 上身之后 他们就会有些特异功能之类 但是他们是很多时候被邪灵骚扰 在网上都有这些影片的 看到他们 他们也是摇的 摇得很厉害的 但是他们的结果 不是好像我们这样 有圣灵的感动 有些人说 为什么他们又摇 你又摇呢 因为邪灵都是来自神 所创造的天使 天使和圣灵都是来源 都是一样 天使都是来自圣灵的 都是灵体来的 它是会令到人会有摇动 但是它的结果是叫人犯罪 还有各样痛苦的 是不能够彻底地帮助人的问题 不能够将平安起落 生命更新似给人的 它只是带来 有一些短暂的帮助 但是接着有其他问题出现 这里我就详细地各方面去解释 到这些中国民间信仰 或者其他民间信仰 其实那些危险性 尤其是东南亚 有些民间信仰 那些邪灵的力量是很厉害的 比如佛教 泰国佛 泰国佛那些四面佛 那些是很邪的 因为他们的接触灵界的程度是很高 比如非洲有些他们接触灵界 是去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会找一些物件 比如找个马尾 有时他们用个马尾 因为马尾来自动物 那么它就会献一些制物 用一些血 就呼求那些邪灵 留在那个马尾那里 那些邪灵真的留在那个马尾那里 那么他用那个马尾打人 那些人就会病啊 或者是死啊 就是会有很严重的问题的 那么有一个人呢 在网上可以找到的 叫做General Butnickr 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General就是一个将军 那么就大家上网找就可以找到的 我可以传个铃铃给你 那么我还有呢 就有这个 对不起啊 等我 我现在我传个铃铃给大家啊 那么就这个人是怎么样呢 他是一个充满邪灵的人来的 他是拜那些邪灵 就有很大的能力 那些人很害怕他的 很多人很害怕他的 因为他会常常杀人 还有他是他做了雇佣兵的 为什么雇佣兵呢 有些人说 想他呢 去打什么仗 那么他们就会去 找买一帮人 全部都有那个邪灵的 就去 去同他们打仗 就收钱 那么他打仗的时候呢 他是不穿衣服的 因为他呢 就是他的目的呢 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总之呢 就会令到那些邪灵呢 能够自由在他身上运作 但是呢 他们呢 就那些枪弹 枪弹就打不入他们的 那然后呢 他们就会 令到很多人都很恐慌 很害怕 因为呢 他们很 很有威势 很有能力 令到很多人受影响 这个General Butnicket 但是有一个人呢 神呼召他 有一个牧师 神呼召他 去为这个General Butnicket 祈祷 但是这个 Butnicket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Butt 就是屁股 Nicket 就是不穿衣服 那么呢 他打仗的时候 是不穿衣服的 那么他 这个人呢 他就 这个牧师 被呼召去 居然呢 他去的时候 这个General Butnicket 是很 好像很纯 那听他说话 那么然后呢 后来他还跟他 说邪灵 那么这个人 后来就做了 一个报道家 这个General Butnicket 这个就是一个 说到非洲那些 巫术的严重的情况 因为以前我也都 认识到一个非洲 牧师去说到 非洲那些巫术 那些 就是他们那些 能力的大 是很超乎人想象的 但是呢 他们出自邪灵的 所以呢 不要觉得有能力就是好 是一定 他是更新人的生命的 OK 我没有答到这个问题 或者答得太多了 已经很深入 对我们理解的情况 挺好 不过我相信 我们的 伏侍对象 没有那么深入 都是拜 都是表面那一阵 是的 还有他会留意一下 上帝有没有在我们生命 做些什么 他不是看我们的 性情的改变 而是看上帝 有没有让你生小孩 然后他觉得没有 所以你的上帝 不是真的 就是他在这里 找一些证据 看看神存不存在 所以这方面我就没得反驳他 因为我真的不好 但是就算我跟他解释 我觉得神这样对我安排是最好的 他都不能够接受 就是有这个困难 还有他之前有试过 有比如发生一些事情 鸡蛋放在尾玻璃 然后爆了 然后有一个基督徒 有一个基督徒 跟他说 你拜你的神有你的神保佑 我们有我们的神保佑 所以他就很吃了这个的意识 就是大家拜大家的 大家各自有自己保佑 这个基督徒真的很有问题 不过基督徒都有很多种等级的 有很多基督徒是不信 不信很多的错误的道理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当他们只是说 我要生小孩 你又没有生 之类有用这些这样 那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可以告诉他 那是不是生小孩一定是幸福呢 你看多少人生小孩 激到不得了 那些小孩又不读书 又不上班 又不出来见人 都锁在房子里 其实生小孩不代表一定是祝福的 是那个小孩肯听耶稣说的 那个才是祝福 就是他真的做神的 吩咐的事并且整个生命是提升的 家庭是蒙福的 这个才是最好的 那么我们可以问他 那么你生了小孩 那么家庭里面是 就是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那么他们又觉得 虽然吵架 好像有很多问题 不过我们也有生 那么你没有生 那么你们就不够我好 但是其实他单是用一个生小孩 或者是赚钱多 那么我们就问他 那么你赚钱多也好 生小孩也好 有一天都要离世 这一切都要过去 那么是不是人生就是这样呢 而你不能够肯定去到天堂 去到地狱的时候 是很凄凉的 那么所以你会不会关心呢 关心永恒的事呢 有些人就是不肯关心的 他永远都不会关心 那么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去尽力帮他 不过是人的心肛硬的时候 可以说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他 那么是求主怜悯他 我们有耐心去帮他 但是呢 我们帮这个人 他硬是不肯听呢 我们都可以帮其他的 就是我们不用整天 专注在帮一个人身上 但是我们可以用尽方法 就是帮他去想一下 你会不会关心你永恒的事呢 那么所以我传方 有时我会用一些问题的方式 就是比如说 你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神 有没有天堂地狱 那么有些人 多数人就会说 我没有想过 也都有些人说 我不想想 那么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可以跟他谈 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世上 只是几十年的时间 或者最多一百 松一点年的时间 我们都要离世 但是在永恒是永远的 那么而且有科学证据 因为有很多人死过 他们灵魂出了来 就看到周围发生的事 证明人真的有灵魂的 人死了 不是好像灯灭 这样的 而有些人就去天堂 有些人去地狱 那么所以证明 人死后 真的有两个不同的去处 那么你会关心 谁是真神 谁能够帮你有永生呢 而去到地狱 是极度的痛苦 是没得出来的 那么你会不会关心 你以后 去哪里呢 那么譬如现在来说 人会很关心 我家屋有没有漏水 如果人家屋 在火炉旁边 当然说 我怎么会住这家屋呢 但是地狱 就永远都在火炉里面 那么 但是有些人 他根本是不会关心这些事 那么我们 就是我们去宣讲 也都我鼓励大家 在网上去讲 因为网上去讲 你可以有自由讲 当然他有自由去看 还是不看 但是呢 有时我们用一个方法 就是那个YouTube 整个图 是吸引一点的 还有整些大大只 比如你关不关心永恒 或者永恒在地狱 是很惨的 永恒在天堂 非常好的 当然我们先展示天堂 但是有时 我们都需要展示 去表达出地狱的可怕性 让人知道 我们会不会关心自己 去不了天堂 去地狱呢 那我们需要关心这件事 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的主题 放在网上的时候 不同人的见证 是可以有很大帮助的 那我们这个群组的co-host 如果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稍后告诉你 你可以请教他 他弄了一些影片 我也放在这里 他弄得很吸引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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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会看到 被吸引的 那我们都可以用各样的智慧 去传言福音 除了向一些 我们认识的人 也都向一些 不认识的人 那也都给他一个方法 去联络我们 那而我自己 就有个 就是你可以用我的 电话的 就是甚至你说 你可以找叶牧师 把我的电话 放下去 我是 因为我的电话 已经放了 全世界都找到我的电话 的了 那这个 不是一个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一起祈祷 主 诗恩 祝福 清白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真的将 很多礼物赐给我们 大家可以站起身 放松个人 神 你真的将 很多礼物赐给我们 我们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们数算你的恩典 真的很多 很多 很多 很多各方面的恩典 赐给我们 我们日用的饮食 都是这么好吃的 我们 在香港居住的情况 我们真的 比较在很多地方 真的好很多 我们感谢神 你供应我们的需要 我们感谢你 圣灵的工作 我们感谢你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 我们感谢你 你拯救我们 一直带领我们 我们感谢你 你保护我们 我们感谢你 求主帮助我们 感激你 欢喜你 神 我们欢喜你 我们喜欢你 我们感激你 我们欣赏你 我们享受你 我们喜欢你 我们喜欢跟你一起 有神万事足 求主帮助我们 整个心灵 都喜悦神 欢喜神 全心全意 跟从神 行神的路 神你是凡事祝福我们的 我们必定蒙福的 我们听神的话 一定蒙福的 求主帮我们 数算你的恩典 我们就不去计较 世人所看 从那些 他们所谓的福气 只是说到 有没有钱 有没有生子 有没有结婚 事业是不是成功 因为这些一切 其实都要过去 但是我们有神 神是会祝福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信耶稣的人 听耶稣话的人 也都一样会有 他们成功的一面 在神里面成功 也都在他们工作 和人际关系 都会成功的 就是说 他们能够做到 他们应该做的事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 其实神是凡事祝福我们 我们每一样东西都蒙福 我们全心感激你 赞美你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荣耀重赞归给天父 神你真是美善的 神你真是充满慈爱的 你的恩典 够我们用的 你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需要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欢喜你 当我们数算你恩典 我们就时时感谢你 时时欢喜你 就更容易被圣灵充满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享受你 我们从你得力 有神万事足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有神万事足 我们就享受你 哈利路亚 主我紧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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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我心 以我力 主我紧靠你 以爱感谢赞美 尽我心 尽我登陷不INK 尽我心 将我坚拥抱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多谢天父 多谢主耶稣 多谢你的大恩大爱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主帮我们时时爱你 遵从你 做你一切所吩咐的一切 去传扬福音 去见证你 求主使用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荣耀重赞归给天父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阿门 求主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 时时感谢神 时时活得 喜乐 开心 有力量 多谢主 那 在这里我都说小事 就是其实 你发觉 一方面是我们的姐妹 她也有弄一些很漂亮的 那些 thumbnail 在youtube那里的那些图片 是很漂亮的 可以吸引人 那另外 我做 你发觉我的影片 有些 有些新的 有时我都用一些大字 大字做标题 去吸引人 去看 那这都是我们可以 做的事情 并不是很难的 如果不用 影片可以用录音的方法 大家都可以做的 那希望大家都会 珍惜有的机会 我们能够这样做 神是欢喜的 也都会影响一些人 因为有些人在网上 很多时候都看一些 看一些影片 那可以帮助他们 也都可以放在 facebook youtube 和其他的媒体 例如instagram 这样 那放在那里 都是可以影响更多人的 这个都是 神在末后的日子 可以给我们的机会 那我也想讲一讲 就是 小小 就 报告 就是 我们 有一个侍奉粗连课程 那我们因为 用的地方 他们就 那个租加了很多 那所以 给我们的时间 就比较晚 就是迟 还有 他们就 9月 或者再久一点 还要装修 那我们就不用得 那所以呢 我 现在这段时间 就会用在 荔枝国 一个教会的地方 那那里更加近地铁站的 那星期日下周 这个星期日下周没有的 但是跟着 也会有的 那我们 这个9月 10月的安排 11月之后 怎么样呢 我们就先再报告的 那大家如果有心 去粗练 学习 和经历性灵 大家可以去 和我说 那然后呢 我就会加 你下去的 那个群组 也都会传 那个地址给大家 那么那个地址都会 将来 就是我迟些会传给大家的 那这个都是大家可以 就是 可以学习 和提升的机会 那我都考虑了 在那里呢 会有一个 就是互动式的崇拜 互动式的 就是怎么样呢 是会一路 查经 好像我们 这个 Zoom 有互动的 就是不是单方面的 是一个互动式的 用圣经 查考圣经 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一个崇拜 但是我不是叫你离开 你的教会 而是你可以去完 你的教会来这里 那么有分开的时段 你想了解的时候 我会迟些会告诉大家 那么就会可以呢 有一个互动式的崇拜 还有一个侍奉训练的时间 那么另外 另一样呢 就是 我们就是 奉献呢 都是其实主要帮 非洲的地方 而我自己本身 是没有 人工的 我是没有缺乏 神公认我 所以我是特意 不拿人工的 是 是全部是义务的 那么 我们的奉献呢 全部都是 给非洲 但是现在呢 就会 有一部分呢 是给了租金的 那么这个都是 大家知道 这个情况呢 如果你有心呢 是可以奉献 为到福兴宣教士工 是可以扣税的 那么你可以跟我联络的 如果你想知道 怎么样奉献 那么 我的 报告这件事 不是为了我的利益 是完全 我根本是没有 任何一 就是任何的钱 都没有入我的袋的 而且其实 我都是为到福兴宣教士工 是持续的 奉献的 那是 只是我们 怎么能够更加有效地 帮助非洲的教会 而非洲那里呢 现在 很多困难 就是第一 就是 加勒 加勒的地方呢 他们 下雨下得很重要 其实那些地方 就是 那些 天气 气候的改变 对他们很大影响 而且在肯雅呢 他们就 选了总统呢 那些人呢 就很多 暴动 因为呢 他们呢 就 说 说那个总统呢 选举的时候呢 是有舞弊 那么呢 就 就 给了国家 很不安全 这个世界都是 其实发生着很多的事情 大家会上网 在YouTube 和Facebook 都会看到 我很多英文的直播的影片 那些就是我向非洲 其实 什么国家都可以看的 不过 现在主要来说 是非洲那些人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